我們來到雲林陡南 關心颱風的狀況 前一天 瓦窯村這個地方 因為大湖口吸暴漲 因此淹大水 還有消防隊出動橡皮挺救人 不過公所緊急派抽水機來幫忙 經過一個晚上 積水已經消退 但因為當地大多都是三合院 民眾的家當家具 全部泡水 來聽一下居民怎麼說 這問題就是 這個土口鐵無所謂 無所謂的關係 水都不太會積極 你若有證明在煎米收穿的 就比較不會積極的 我沒睡嗎 我沒睡在這裡睡 好幾個喔 對啊 每間啦 每間啦 一間一間湯過一間 可以聽到居民回應 昨天水淹最高的時候 大約是在膝蓋以下 全部泡在泥水裡 現在雖然積水已經消退 但不管是田院還是室內 依舊是濕搭搭一片 預計泥沙跟樹枝落葉 民眾只希望 中部地區不要掃到颱風位 大雨也不要再下了 讓他們有時間能清理家園 以上是來自於您的最新狀況